褐褐色澤飽滿的綠竹筍 白白站在一起 讓人看了實質大動 桃園市爐竹區公所 日前與農會合作 舉辦了爐竹區優質綠竹筍 評鑑暨暨農特產品推廣活動 將在50多族報名筍農當中 評選出屬於2023的綠竹筍之王 我們爐竹區 綠竹筍競賽評鑑活動 是從 差不多90年代就開始在做了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已經有兩年沒有擴大辦理 那今年就是農友 都非常報名非常踴躍 總共來報名了有51點 是歷年來是算第二高的 那對這個參與的活動 農會跟公所是互相在辦理的 在互相辦理 那市公所的補助 那我們這邊也是盡量的 來全力的來執行 來配合 是辦理這個活動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宗旨 而本次綠竹筍評鑑比賽 評分標準也被劃分為外觀 色澤 柔嫩度 甜度四大項 評分方面不僅邀請到 桃園區農業改良廠的研究員來擔任評審 柔嫩度和甜度的方面 甚至有使用專業的儀器來進行檢測 希望讓一切評比結果都達到專業級客觀 那有關那個綠竹筍評鑑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評鑑部分 主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外在美 就包括它的外觀 形狀 另外就是肉色跟氣味 另外兩個部分是內在美的部分 也是我們會利用儀器 來檢測它的柔韌度跟糖度 如果都符合在外觀色澤跟肉色氣味 分數就會高 那透過這四個分數的加種 就是今天我們會評選出得獎的農友們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提升農友對農產品它的分級的一個概念 那透過分級能夠提升農產品的價值 也能夠增加它的一個價格 對農友的收入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桃園蘆竹區所生產的綠竹筍可說是遠近馳名 區內所種植的綠竹筍高達100多公頃 應受到地理位置的優勢 蘆竹區所種植的綠竹筍都相當鮮嫩清甜可口 廣受所有在地民眾的喜愛 我們蘆竹這幾年在不管是工所也好 農會也好 極力推廣 今天我們最主要的主角 綠竹筍呢 因為在整個氣候上跟地理位置上呢 佔了非常絕對的一個優勢 所以說它整個尖尾紙非常細膩 所以說在整個營養品上是非常好的一個農特產品 那今天透過我們所謂的瓶件比賽呢 最主要是希望說透過一個瓶件的過程呢 跟一個檢測過程呢 把我們蘆竹最優質的農特產品 能夠介紹給我們所有消費者 希望所有消費者能夠來採購 綠竹筍不僅熱量低 還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吃起來不但有飽足感 還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鮮嫩多汁的綠竹筍也因此成為 許多民眾在餐桌上的美食首選 蘆竹區公所希望透過這次的比賽 能讓更多民眾了解綠竹筍的優點 將蘆竹區的農特產品發揚光大 記者王安城 桃園報導